接下来这一首是德佛扎克的曲子 很适合我们现在的情境 每一首曲子都是我精心挑选的 想到德佛扎克我们想到他的练故乡 他的新世界交强曲 那这首曲子呢 是他的美国弦律师重座 一样他特居美国的时候写下来 对他故乡波西米亚的怀念 那我今天会在这里办活动 当然是我对我出生的房间的一个故居的怀念 所以我选的曲子 每一个都很适合我们今天的情境 所以我们现在讲德佛扎克 一样是ABA 一开始你看喔 一开始你看喔 有一点伴奏的音型 没有过久主题就出来了 小提琴主题 但是主题他会讲个两句话 这是古典音乐里面很重要 前句跟后句 这样才更完整 前句完之后 转到第二句的时候 你看他那个小提琴有快速的 一样搭啦 所以我刚开始我比个E跟O 让你感觉是前句跟后句的感觉 是有他的层次的 来 我们现在ABA的A段 刚开始第一遍有小提琴会 所以主要是小提琴會拉出來 來我們看他們的演出 半段一斜 好 這就是A段 其實沒有多久就換大提琴的主題拉過去了 再一遍 好到B段的時候 你領略一下B段的感覺是怎麼樣 好這樣就可以了 跟B段雖然不一樣 再回顧到A段不囉嗦了 就由大提琴拉出來絕美 各位 你們感覺一下 小提琴的感覺比較私香還是大提琴 試看看 真的 我的感覺 大提琴更勾你的魂 勾你的私香魂 所以最後ABA的A是由大提琴拉出來 可是 不是 這我的請注意 大提琴拉到最後尾聲 你看到有一個人在哭泣 真的 半夜醒來 想到故鄉 他會哭 哪裡哭 注意 中提琴在哭 如果你不相信的話 他哭的時候 我表現給各位看 你會感覺到他真的是在哭 而且那個中提琴那一塊音色 沒有就不能 就是半夜黑夜醒來驚醒在哭 你看最後一個A先大提琴拉出來 請注意喔 中提琴要哭的 給大家聽喔 你的感覺 一定會讓大家感動的 好來 這一段 最後 最後 來吧 來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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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